大家好,今天是我去慕州两天一个晚上跟旅游团吃了那么多顿饭,一共要多少钱呢? 等一下我就会告诉你,对我来说太惊喜了 今天我们就回去了,现在我们就是去吃中午饭 一个躲在深山里的小山村,你现在看到的这些全部是来旅游的 这里本来就是一个小山村,现在就旅游和体验生活的地方 他们的房子很特别,跟外面的房子是不相同的 本来我以为就是这一条街,但是我又看到很多车在这里接送,我就觉得很奇怪 后来吃饱饭我去转一转,才发现这里挺大的一个村庄 我花了大半个小时才走完 现在我们来到餐厅准备吃饭了 凳子和台子都是用珠子来做的 我们来的路上,我看到山上面全部种的都是珠子 饭还没有来,我就在外面转一转 来的游客全部都是年轻人 你看这个建筑物啊,我原来以为这是样板 只觉得很好看,后来才发现这是新的 进去里面全部是旧的房子 他们这些旅游团应该是一个团体 一个团体或者是学校或者是公司吧 越南到处都是年轻人 你想见到一个老人很难 所以你在公园任何地方见到的都是年轻人 这个是在烧鸡烧排骨看到的小吃 餐馆的背后种了一片绿油油的菜 后面就是山 看到绿油油的一片我就觉得很开心 山下面就是村长,开始开饭啦 哇,就是刚才外面那里烧的排骨 竹笋 这就是我们漂亮的导游 哇,菜又来了 我们看一下有什么菜 这一叠是炒牛肉 刚才已经放下了一叠烧鸡 现在来一个汤 现在看下去很丰富啦 有25个菜 一个汤 我们旅游团有11个人分两个桌子 然后又来一盆鸡蛋 他们那一桌就是六个大人 我们这一桌就是四个大人 两个小孩 哦,又来一叠炸小鱼 还来白饭 随便装 现在我们来数一下有多少个菜 两个,四个,六个,七个菜 一个汤 哇,太厉害了 我觉得这个旅游团挺不错的 两个中午餐,一个晚餐 一个早餐都是那么丰富 好像这些菜都是我喜欢的 特别那个烧排骨 特别的嫩滑好吃 烧鸡皮脆又嫩 排骨看到就流口水了 这个竹笋香脆爽口 排骨太好吃了 我吃了几个 再来一碗汤 芋头排骨汤 烤了越南木舟两天一夜的旅游就结束了 同费每个人60美元 人民币为420块钱 不知道你们觉得这个价钱是不值得 下一节我们去咸港自由行 我们再见